Hello大家好,我是艾斯 今天接到了一个tax payer的电话 他说他把房子转给了女儿和女婿还有孙子 那为什么房地产税就增加了 那我就查阅了他房子的基础情况 我告诉他说 他的儿子和女婿是可以申请 Proposition 19 Parent to Child Exclusion 来避免这个地税增加的 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他和他女儿女婿自住的话 那么三分之二转给女儿女婿的部分是可以避免重沽 地税是不会变更 但是呢三分之一的部分是转给孙子 就一定会被重沽 因为Proposition 19 19 Grand Parent to Grand Child Exclusion 对这样子的一个case呢是不成立的 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Middle Generation 也就是孙子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父亲的女儿女婿 他们依旧活着 那因为这个Middle Generation他活着 所以这个Grand Parent to Grand Child Exclusion is not qualified 是不能被申请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重沽呢 那办法是有的 但是需要两步走 第一步是父亲先通过Parent to Child Exclusion呢 合法的把房子转给女儿和女婿 那第二步呢是女儿和女婿 再次通过Parent to Child Exclusion 把孙子的名字再加上 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第二步 女儿和女婿再把三分之一的Portion 转给自己的小孩 通过这样的两步走呢就可以完美的避开房地产被重沽 然后保持你的地税不变更 即使是屋主变了 也不会影响到房地产税 那有任何房产的政策和法案问题给我留言